乐坛教父Uncle Ray在上月13日与世长迟 享年98岁桑礼仪13日在香港殡仪馆举行 Uncle Ray的灵堂布置简洁 放满各界自送的花牌 包括香港电台 刘德华、徐小峰、胡慧康、肥妈Maria Cordero 黑妹李丽霞等 相识满天下的Uncle Ray生前人员极广 这一道场自制的人士就有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商台主席何企、余曾、泰迪罗宾 Joe Junior夫妇、张文新、周国锋 李志刚、车淑梅、陈欣健、梁安琪 路云娜和邱雅葵等 而身为智商委员会副主任之一的歌臣 许冠杰在公祭前已经到场自制 当然很伤心 希望她在天国可以看场 可以好好走开心心 有没有更难忘的?是什么? 以前我们合团队的时候和她一起 大家是很好的朋友 以前大家玩得很开心 Sam除了亲自到追思会之外 事前亦录了片段以歌声送别Uncle Ray I'll never and pass a long long time We love you Uncle Ray Uncle Ray是教识我们音乐的品味 我们整班早期听的英文歌 走到他们学回来的 而且他的节目给我们很多欢乐 多谢你 英哥 It can really make me cry Just like before It's yesterday once more Rest in peace Uncle Ray I love you 智商委员会主任郑东汉 和儿子郑中基 以及Uncle Ray的契仔欧穗强 和周迅河受访时 一起分享和Uncle Ray的回忆之外 亦有透露Uncle Ray申前的遗愿 我相信我和Uncle Ray很有缘分 我们认识她 先由我们对乐队Playboy 寄封信给她 他肯认我们 叫我们上电台见她 就是这样开始 我当然和Uncle Ray很有缘 因为如果没有Uncle Ray 我未必可以在唱片音乐界 和电台界生活了五十 因为我五十年前 认识Uncle Ray 是Uncle Ray一手 介绍我给Norman Chang 保励多场面公司 我才可以开始灌场表演 所以如果没有Uncle Ray介绍 我基本上可能 现在不是做得这个工作 再有缘就是 我在香港电台做DJ 四十几五十年 都是和Uncle Ray一起做同事 我们日见夜见的 所以每一个人都称她做契爺 我当然都会叫她做契爺 我终身荣幸 她叫我做契仔 Uncle Ray还有什么唯一 其实她九十八岁的人 要做的事 基本上都做完了 她现在剩下的为缘 就是过多几天 搞定所有东西 可以回家真正的安息 和Uncle Ray相识 当年的Joe Junior 说起两人曾经相处的点滴 她都说很尊敬对方 认识了很久 她可以在这个乐坛 她帮助了很多人 又教认了很多东西 那时候我们还小 所以这个Uncle 是值得我们尊重 爱惜她 所以她叫我去她的节目 All the way with Ray 一叫我就过去帮她 不是帮她 她给了几乎 我想跟港大的市民 聊聊天 唱歌给大家听 那么开心 最难跟她在电台那里聊天 是 有时候我不懂的 就问她她 她教我 始终她的经验 比我们丰富 直接是恶惨教父 而在24日早上 Uncle Ray的家人 就为她举行安息离杀 除了有亲友致辞之外 现场还有播放Uncle Ray的生前片段 在仪式结束之后 契仔Andy就手持Uncle Ray的遗招 布出灵堂 神情哀伤 而灵救 就在亲友的陪伴下 移送至火葬场 举行火化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